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如果在我儿子面前可能就要改一改 在这里有一个老年人 我今天带了一个朋友上来跟我一起分享神的话 都是这个辈子 好几个原因 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漂亮 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不太会穿衣服 你看我今天穿上的黑色 我差一点连口罩都黑色 后来我觉得需要有一些东西来陪伴我 那个辈子是我们附近的咖啡店 它的辈子 上面就是有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的图案 我觉得这个辈子好漂亮 很少看到附近的那个卖咖啡的地方 杯子会跟宗教信仰有色彩 宗教色彩有关的 当然它不是啦 它只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图案 不过就觉得很漂亮 不过当我越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杯子跟我今天所分享的内容 其实有点关系 有点点关系 好那所以呢 我就邀请他上来了 新朋友你好 对我的题目是 在这里有一个年轻人 那我今天用的经文会比较多一点点 我的主题经文是 主耶稣讲的一句话 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请 他就学历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我们教会今年的题目 年度主题是什么 在牧养中结果子 对不对 那我有时候我们会想 包括我连我自己都会在想 这个题目好像不是我擅长的题目 因为 严云姐说 她觉得她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她也不喜欢自己一个人 我跟她完全相反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 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 那我也不觉得我有行政的恩赐 所以看到我的 你看到我的东西 就会觉得都是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就很喜欢一个人 而且呢 我很喜欢一个人的冲到街上去 就跟人家分享福音 我很喜欢的去探访 探访的对我来讲是不会累的 我可以从早到晚 我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但是你要我 在坐在椅子上 做计划 做那个 我就会觉得 不行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很辛苦 比我辛苦 因为你要坐着听我讲 我就站着讲就好了 这句话是在马可福音里面 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他记录的 那重点就在于 他学历了十二个人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十个是他的门徒 然后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 请大家注意看就是什么 要他们藏和自己同在 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说 我们要做牧养 怎么要结果子的时候 当我们要学牧养 当然我们要跟牧人之师 主耶稣学习 你同意吗 我们应当要跟他学习 因为他最会牧养人 请你跟你隔壁的说 主耶稣最会牧养人的了 所以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似福音 就是主耶稣到底怎么样 门训门徒可以吗 怎么样牧养人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似福音 我相信你会看到 比过去更多的亮光 你同意吗 其实同一节经文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去看 当我们走过不同的历练 你经历过什么的 不同的服饰 你所看到的东西 这会不一样 哇 那个亮光我跟你说 你得到的亮光 是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代替 不过说回来 他是主耶稣 我是可许人也 我的发音不标准 我讲的讲的不高 然后穿衣服也不太会配搭 全都黑的 哎呀 我跟主耶稣 距离差太多的了 我讲我自己的 你们不会 我想 那所以呢 我就找了另外两个人 成为我今天辅助 我要演造这个主 讲这个主题 其实坦白说 在整卷圣经里面 除了主耶稣之外 还有很多圣经的人物 也许啊 他们的名字啊 都不常出现的 比如说我们想到 使徒们 你第一个想起谁 彼得嘛 约翰嘛 雅各嘛 对不对 或许啊 你想起 在《使徒行传》里面 最有名的 执事 你会想起谁 《使徒行传》嘛 第一个被殉道的嘛 对不对 被第一个殉道的 《使徒行传》嘛 或许当你读新约的时候 你会想起谁 保罗嘛 哇 保罗学到十三卷书 被誉为历史上 最伟大的基督徒 哇 我们跟这些人 看起来也挺有距离的 所以我选了两个人 他们都在圣经里面 出现的次数不会很多 一个人是有直接跟过耶稣的 他叫安德烈 安德烈在约翰福音里面 只出现三次 很有趣的地方是 这三次的志宅 都是做同一件事 但是你会说 他跟过耶稣 我们也没有跟过耶稣啊 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人跟我们更靠近的 就是传福音 给一个大官的菲利 他没有直接跟过耶稣 他只是跟随使徒们 一段时间 然后就发生一件大事情 所有的门徒都被逼离开了 离开耶路撒冷 那个人叫菲利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有一天他听见圣灵跟他说 你去某个地方 去旷野里面 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 他去的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看到有一台书 有一个人在读圣经 对吗 这个人在读什么呢 读以赛亚书 那一段经文 然后菲利就靠近过去 你看传福音的人 就是胆子很大 一个人 他一个人去 他没有幸福 幸福少种 那么幸福 一个人就跑去问 你读的 你懂不懂 你知不知道你在读什么 我这样 当他的语气不是这样 然后就找到一个机会 其实也是圣灵叫他去的 圣灵叫他去 你靠近那台车 他就去了 所以我今天 我想用这两个人成为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到底牧养 怎么样可以有结果之 不过我必须说 我坦诚说 这两段经文跟牧养 噪点不是在牧养上面 的确不是 我承认了 这两段经文都跟牧养 不是在 牧养不是噪点 但是我在一直 反复思考的时候 我想请问 我们传福音之后 我们需不需要牧养 如果我传福音之后 把一个人带到教会了里面 我没有关心他 他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 就听讲道了 他会成长吗 看起来就不太会 对不对 如果我们承接了 一个传福音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 帮助一个人成长的话 那我们传福音的工作 有没有做完 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下一个定论 大家看你同不同意 就是传福音跟牧养 我们不能分开 我们不能够把它切断 传福音就是传福音 牧养就是牧养 不可以这样 甚至我认为 传福音就是牧养的第一步 你同意吗 当我今天我面对 一个还没信主的人 我要跟他讲的就是 福音 当我今天面对一个 已经在主里面有一段时间 但是可能在神的跨语里面 没有很厚的根基 那我要跟他讲什么 也是讲福音 其实层次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传福音跟牧养不能分开 而且传福音是牧养的第一步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 我发现在 安德烈跟菲利 这两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来读一下好了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快一点时间 来读 预备 请 的话 就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他先找找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不起 对不起不是这一段 我没有放回来 哎呀 太太太太不好了 麻烦会不会给我 帮我找出来 不好意思 我待会会改进 这个是 《使徒行转》第八章 二十六到三十五节 这一段呢 就是菲利 去传福音的那一段 那我知道因为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对《使徒行转》 不是那么 一讲了就能够想起 麻烦 请帮我找出来 这两段经文 这两段经文 我们过去读的时候 包括领委 我也是 坦白讲 我也是就 看得快过去 都是觉得 他是传福音嘛 他很有勇气嘛 然后还学传福音的技巧 看到 看到把握机会 你读了 你听不听得懂啊 这个就很有机会 所以各位 传福音 是需要求神 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 你同意吗 按着他现在的状况 我能够找到一个接触点 来跟他成为一个接触 有吗 第八章 第二章 我就会把它放上去了 昨天 太晚 才弄这个事 OK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 谢谢同工 谢谢 让我们一起来读情 有主的一个使者 对腓力说 起来上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 萨加萨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 腓力就起身去了 不料 有一个埃提亚伯人 是个大权的太监 在埃提阿伯女王 赶大鸡的手下 总管 赢库 她上 耶路撒冷 地带 去了 好 请 现在 在车上坐着 念先知 以赛亚的书 圣灵对腓力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 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教导我 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腓力上车 与他同坐 那个还有 他所念的那端说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 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诉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 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腓力说 请问先知说这话 是挤着谁 是挤着自己呢 是挤着别人呢 腓力就开口 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他把那个人 带到耶稣面前 那我还有一段 就是在 约翰福音第六章 对 就是那个 我想我们还是读一次 会比较好 刚刚前一段经文 我们都看见了 对不对 腓力就是 看到圣灵说 你去靠近哪一台车 他就上去了 那我们 想象一下当时的环境 假设如果今天 假设如果今天 带鬼里就去玩了 最后杀到楼下 突然你听见圣经说 在农会门口有一台车 你去靠近它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操练 好 那约翰福音第六章 那请 耶稣举目 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 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制到 要怎么样行 腓力回答说 这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桃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 还算什么呢 没有了吗 就是这样 OK 好 OK 好 首先先说 这里有出现两个腓力 对不对 但是两个腓力 是不同的人 一个是直接跟过耶稣 一个是没有 直接跟过耶稣 从这两段经文 包括主耶稣 要祂的门徒 常常与祂同家的时候 我发现在 这经文里面 我们能够抓到 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是跟牧养很有关系 而且也是我们 都一定能够做得到的 这三个是什么 第一个 就是要跟神的关系 又不断增加 坦白讲 所有的事奉的里面 跟神的关系 是最重要的元素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期待 我们在牧养当中 能够结果子 我们先不讲 什么是牧养 好不好 我们也先不要谈 牧养的技巧 有多少种 我们先讲 有没有果子 这回事 如果我在服事里面 我没有跟神 结你好的关系 我会有果消吗 看起来不太容易 看起来不太容易 所以刚刚我们 从腓立那段经文里面 试图行转那一段经文里面 腓立能够听见 圣灵的指引 安德烈知道 主耶稣提问 腓立啊 这两个腓立 大家不要被我搞混 第一个腓立是指示 靠近那个 他车的腓立 他听见圣灵的指引 第二个是 门徒的腓立 主耶稣跟他讲 现在那么多人 你看我们这里 有那么多人 怎么办 口袋也没有钱 你去买也买不到 那怎么办 那个门徒的腓立就说 对啊 现在那个时间 你叫我去哪里买啊 但是安德烈听到这个问题 难道他主动上前 他主动回应 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都很密切 没有任何一个服事 能够失去了跟神的关系 耶稣牧养门徒的时候 要门徒常与他同在 而我们看到 使徒行转的那个腓立 靠近那台车子的那个腓立 使徒行转第七章 告诉我们 他是被圣灵充满的 虽然我们不太知道 腓立的灵受生活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刚刚我们 读到的那一段经文里面 二十六二十九节 两次都告诉我们 他听到什么 听到圣灵的声音 听到神的话 第一个是用神的使者 告诉他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二十九节 就是听到圣灵的声音 所以我相信 腓立他是很在乎 能不能够听见神的话 而且有没有顺服神的话 因为你在乎什么事情 你会花多少时间在这件事上 对不对 你在乎这件事 你会花多少的时间 在这件事上 你跟谁在一起 最多的时间 你会受他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要夫妻脸 对不对 你跟谁在一起最多 你就会 最会 被他影响 你花多少时间 去亲近神 这会影响到 你能不能够 在当下 你能够敏锐到 上帝的心 对吗 你做的事 如果是上帝渴望你去做的 哪有可能不结果呢 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应 上帝今年给我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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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年度目标 我们就说 我们希望在牧养当中 结果子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 要跟神的关系更好 我当敬拜主领 我需要跟神的关系好 因为 我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神告诉我要带什么诗歌 我当一个乐手 我需要跟神的关系很好 因为神带领我 知道怎么谈每一个音 对不对 我当音控的同工 我需要跟神的关系好 因为我们也需要 为这些器材守望 对不对 我当一个交代的同工 我需要跟神的关系好 因为弟兄姐妹 一进到教会 第一个看到谁 都是交代的同工 第一个看到你 说不定就看到神了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服事 都需要跟神的关系很好 如果我们 连器材我们都宣告 神啊 今天的音场器材要为主效力 让我们牧养的对象是人 我们怎么可能 不需要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需要跟神的关系很好 我1999年 1999年 在我自己的母会当同工 我是一个干事 干事就是 什么事情都要做 从扫地 到教会恢复场地 我试过有一次 去我们的友堂 那我母会的友堂 他们要搬了 有很多东西 电脑啊 器材啊 都要给我们 结果我就奉命 要去把所有东西搬回来 牧师跟我说 凡你所看见的 谁呢 好爽啊 你知道吗 总结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了 凡我的干事怎么做 但是我的属灵父亲呢 其实他更想我去开拓青少年工作 那时候 1999年嘛 就二十几岁 那时候我很聘 我一个礼拜有四个小组 我一个人 我整个小区块有十九个孩子 我很主动 我很冲 他们去球场 我去球场 他们去打篮球 我带他们去打篮球 跟他们买衣服 试过有一次累到 我很累啊 就是跟他们整天嘛 累到我睡在 睡在那个球场上 睡着了 我的脚受伤 为了跟他们建立关系 我拿着拐杖 跟他们爬山 那时候 那个十几岁在上 后来就 因为那些爬山 摔下来断掉 我很拼 凡我能够做的 我想到的 我知道的 我都一起去做 我都去做 不是一直 我都一个人 因为我是一个人 我那时候 每一个礼拜天 我就会在聚会完 跟我们现在差不多 聚会完 我就会等他们 等到五六点 一个人在教会 等他们 等到五六点 我们有青少年少主 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 我希望很快 能够建立一个 墓区 我要比上帝更快 所以我什么都做 我能够做的都做 唯独有一件事情 我没做 就是我没有好好安静下来 祷告 我没有好好安静下来 跟神经理关系 我爱事工 过于爱神 就好像这个被子 这个被子不错 这样的水量也蛮多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质感也蛮好 所以我好喜欢它 但是如果它的洞 破的 它再怎么高 它能量再怎么多 有用吗 没有用 如果它的洞是破的 它再怎么质感好 它的被子的身高 再怎么高 还是会把水漏掉 那爽当然 我当年一定是失败的 失败的 神用了二十年 教导我这个真理 到现在 我还是有时候 会受我的老我影响 我还是会爱事工 不要多 悲逆 不想先跟神关系我优先 很多时候 常常在祷告的时候 想到某些事情要做 很想去马上去做 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美感 你们台湾人很讲 美感 就是一个美感 就是 你祷告的时候 你突然想到 有一些事情 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你就卡住 你就觉得 你应该很想把它搞定 搞定完之后 我安心回来祷告了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 常常我们都在 这些小美感 上面 就没有过去 我最近 这段时间 我感谢神 我连续 已经有段时间了 什么时候开始 我也忘了 就是每天 早上 就 跟我老婆祷告 有时候我就觉得 她很讨厌 我跟你讲 四五点的时候 她就在外面 我真的有一些事 我说 你会不会少三一点 然后我想想 我都快五十了 我需要多一点运动 对不起 你自己祷告好了 我就要去运动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就踏进 在家一个人 在祷告 我就去运动 后来我觉得 好像这个事情 不是那么好 最近有一些原因 不是今天的主题范围 我就不讲 后来我就跟她一起祷告 坦白说 起初 现在都是的 都是这样 都是她叫我起床 都是她叫我起床 起床了 祷告了 这样 我常常的 祷告的品质也不好 我们两个人坐在这里 你知道 一个人 环境又很暗 我们祷告通常要做什么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为了什么 专心 对啊 就是睡觉 睡着 到你了 到你了 神啊 今天感谢你 到你了 到你了 常常都这样 常常都这样 那最近呢 比较好了一点点 我感谢神 从开始到现在 我只有两天 我们中断 中断过 那我就发现 当我这样坚持 克使自己的老我的时候 先祷告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快 你会看到 哇 在你头上长得一颗花出来 不是 而是 我觉得我服侍平稳很多 而且敏锐神的声音 比较快 而且清神很多 我也不断地在求神改变我 把我跟神的关系 放在第一位 把工作 或者我个人的欲望 坦白说 我很多欲望 都放在跟神的关系的下面 虽然有时候 还是会碰到 就是刚刚讲的 祷告 突然有一些事情 每天成根 我都要传的 对不对 我都传给大家 我常常会碰到这个 起初我都 等一下 我先传完 后来 慢慢地 就是觉得 没有关系 我祷告完之后 反正大家也不会 六点钟起床听 有吗 我们这里有没有 五点钟 六点钟 起床听 用Telegram听 成根 太好了 你们晚一点 没有关系 晚起床听 也没关系 我就很努力 我觉得神要帮助我 所以 我觉得人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甚至连自己 也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 透过祷告 透过祷告改变我 祷告 神帝能够改变我这个人 过去 我是先主动 再行动 加一点祷告 又行动 又行动的 但是现在不是了 我要改变 就是我要先祷告 后服侍 这个是一个过程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过程 先祷告 后服侍 在我们平西 有个长辈 早上刚开始的时候 雪公也跟我提 现在我们要 为平西的长辈祷告 这样 对啊 因为人就是这样 有时候 信仰都是 跌跌伏伏 我们平时有个长辈 过去 我们很多次鼓励他 你要不要收拾 他都会抿着嘴巴 我没有夸张 他真的是这样 好几个月都这样 后来 我也觉得 用硬的 硬不来 用软的 软不来 好 祷告 所以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 成岛的时候 我们有一段时间 就是为平西祷告 我就邀请 跟在成岛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 一起就位到平西 还没收拾的 这些长辈 提名祷告 祷告多久 其实我也不知道 总结祷告就对了 我感谢神 上个月 我们找守恩圣餐之后 我也是问他 他就坐在 好像这位姐妹 跟他的距离 说怎么样 你有没有收拾啊 我没有想到说 好 那我以为我听错 我说收拾哦 归主哦 归给耶稣哦 你是愿意吗 愿意 我们再次把掌声给上 好不好 先祷告后服事 是我们 得果子的 必要的要诀 我的属灵英雄 王立民牧师 他写了这本书 他是我的英雄 写了这本书 如果早期了 基督徒 弟兄姐妹 你可能会听过他的名字 他常来台湾 就讲细胞扫足 现在比较少了 他写了这本书 这个是他第一本书 也是他唯一一本书 他里面提了一句话 他说 所有有效的侍奉 都是由祷告开始 祷告结束 各位 我在祷告这个功课上面 我很多年都没有学好 所以我记得 我这个失败的例子 我们北起勉励 好不好 我们北起勉励 我们一起来 虽然祷告是个 老生常谈的问题 我早上在想 你要再讲祷告 谁没有听过 谁不知道 然后我就问我自己 你有听过 你有真的在做吗 我问我自己 你有真的把 跟神的祷告的关系 放在第一位吗 你有还是没有 我问我自己 第二个 第二个 牧养 有果少的要素是 到底 各位兄姐妹 到底今天上帝 把什么人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你的负担 你对什么事情 会有负担 当你有负担的时候 你就会主动去做 你对什么事情 有负担 你就会很用心 忠心地去 把它去做起来 就算没有人叫你 你也会去做的 你同意吗 你对这个事情 有热情 好像我们刚刚配节 我看到啊 他对传福音有负担 所以他一而在 怎么样 当福长 因为他有负担 去做这个事情 他做得好不好 不知道 也不重要 因为 他可以从不好里面 做得更怎么样 好嘛 他有负担 那到底 各位兄姐妹 当你今天 你希望你有 在某一些事上 你有果少的时候 有在讲到 讲牧养 那到底请问 你对什么人有负担 当你有负担 你比谁 都负担得快 你也会很用心去做 而且很习久地去做 因为关键 不在你的能力 关键是在于 你愿不愿意 关键是在于 你愿不愿意 主耶稣 十二个门徒 我们其实对圣经 再怎么不熟 我们也知道 最冲动 反应最快 最快负担 耶稣的是谁 彼得 对不对 在主耶稣 有一个晚上 很晚了 他一个人在山上祷告 门徒坐在船上 哇 那个船被摇来摇去 大风大浪 所有门徒都 啊 耶稣不在了 我们要死了 耶稣你在哪里啊 突然远远 又乌气骂黑的地方 看到有个人影 从水面走过 门徒怎么样 耶稣是鬼啊 然后耶稣说 来来来来 是我 你过来 我们看不到 安德烈有回应 对不对 当主耶稣说 我快要死了 我要被定时计诈了 第一个跟他说 我们跟你一起死 那个人是谁 也是彼得 也不是安德烈 安德烈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 但是 在我们今天读的 这段经文 两万多人 傍晚的时候 快饿扁了 附近没东西买 也没钱 主耶稣突然 掉一个问题出来 我们怎么样解决 这些人的肚子 腓力 看见的就是 问题的所在 耶稣把一个问题给他 他把这个问题 弄得更大 玩给耶稣 对啊 我们没钱了 怎么办 彼得去哪里了 我们熟悉的那个彼得 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 会问彼得 你得对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 一个在约翰福音 出现这三次的人 就跑到耶稣面前 安德烈 跑到面前 耶稣 这里有一个小孩 他有五个饼 两条鱼 坦白讲 你想想那段经文 腓力跟安德烈 其实 安德烈有解决问题吗 也没有啊 他也是一样 把这个问题 掉回来给耶稣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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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最重要的是 安德烈看到问题 但是他更看到 能够解决问题的主耶稣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牧养上面 我们会不会碰到问题 会啊 我最近这两天 其实我也很忙吧 那就是有一个弟兄 姐妹 弟兄姐妹 我不想你 这样你知道是谁 就跟我讲 我最近这个问题 我也很想这样 我也很想 有一些想法这样 好 我知道了 我为你祷告 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 主耶稣可以 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好不好 我们其实坦白讲 你牧养 我们岂不是只是 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吗 虽然五饼俄语 的确不是在讲牧养 是在讲 你的生命可被 交在神的手中 让更多人成为祝福 这讲神的大能 不过我们看到 安德烈的反应 其实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牧养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而且 其实坦白说 他对把人带到神面前 他是有负担的 刚刚我提过 在约翰福音里面 安德烈的名字集出现 三次对不对 你知道吗 在第一章 第一次出现 在第一章的 约翰福音 第一章四十节 他做了几次 把他的哥哥 带到耶稣面前 我们不用花时间读了 因为太多了 第三次 第二次就在五饼俄语 第三次就在这里 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有几个悉尼尼人 跑去找 要去找腓力 他这样很可爱 腓力 腓力都不太会 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腓力 看到有几个人说 我要找你们的老师 腓力 他就去找 找安德烈 安德烈仿佛是他的神 所以你看 一个人 如果有负担的话 他其实 他只需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会做得非常好 各位弟兄姐妹 那到底 上帝今天把什么事 放在你的心里面 你对 什么人 会有负担 各位 主里面的家人们 我们跟主的关系很好 很亲密 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需要问 神啊 你把什么人 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就好像这个被子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好像现在比较没有了 但是比较寄钱 如果你去买 去便利店买 买冷热的咖啡 被子就会不一样 对不对 热的被子 跟冷的被子 是不一样 那到底 如果你是这个被子 上帝会把什么东西 放进去 如果我们喝啤酒 我们喝红酒 难道你会拿 鸡肉杯子 喝吗 不会嘛 那个只是咖啡杯 或许可乐杯 或许是冷的 你不会放热的东西 如果我煮一个煲汤 你会弄这个来喝吗 不会 那到底 上帝今天把什么人 什么事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成为你的负担 我们岂不是相信 上帝创造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的命定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教会有两个少工 大家知道吗 有个叫迎轩 感谢神他今天没来 迎轩 他在爱林 为主发光发热 因为他对弱势孩童 很有负担 那我就爆料 爆一个他跟我有关系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 交接了 但是总是有一点点 交接 就是有一段时间 他就跟我去平西 进班 这个小姑娘呢 我认识她是国中 国山好像 所以即便她是嫁人的 我还是把她像小孩一样 每次当我去平西 我就会开福音车 在她的楼下等她 但是这个小姑娘呢 总是会有睡过头的时候 那我呢 通常要六点五十分 就要出发 我试过等到七点零三分 一次了 不多 但是 当我常常 不用去平西的时候 那就回来开 城岛嘛 我们城岛 线上城岛是七点 那我一定要六点十五 到六点半之前我要到 你知道吗 我好几个早上 我都看见 当我回到教会 那时候是六点十几分 我就看到 盈轩坐在楼下 那一排蓝色的椅子上 他在等待 一个小孩 吃早餐 我心里面说 你等我的时候 不见你 那么走死 因为我不是他的负担 他的负担在小孩身上 我有经过他的同意了 所以我在讲这个 在我们教会里面 到处都可以看见 对妇女有负担的 对医治有负担 对肢上有负担 对儿童上面有负担 对青少年有负担 对敬拜有负担的人 对不对 是不是 在我们当中 他们都站在 这个服饰的角色上 好不好 我们把掌声给神 好不好 我们只是一个 中小型的教会 但是神就把那么多 有负担的人 摆放在我们教会的里面 感谢主 我看到他们我就觉得 我们是北起激励 在我们不同的牧区里面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带幸福小组 当辅长的角色 就是因为一颗愿意的心 今天是什么 M级 M1嘛 我们过去好几年来 我们也有一群姐妹 美燕姐也在我们当中 有一群姐妹 她们早早预备 那个什么 预言祷告 而且大一整天 陪着在每一个 M1盈会的学员 为什么啊 他们有薪水吗 没有 有个便当了 他们也是因为 出于一个愿意的心 请你跟你隔壁的说 愿意的心 出于一个愿意的心 他们去服侍 我们很多的 M2 M1盈会的学员 上完这一天 还要十堂课 对不对 请你跟你隔壁的说 十堂课 很容易就走完了啦 他们也是因为 一个愿意的心 一边学习 一边为主摆上 一边跟谁的带领 一边为主付上代价 这个是一个愿意的心 即便圣经 可能没有很熟 即便训练 还是在进步的当中 但他们愿意摆上 所以 他讲这句话 他说 关键不在于你的能力 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 各位弟兄姐妹 我还是会问你 你今天 你对什么人 你愿意摆上自己 上帝把什么人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成为你的负担 庶民牧区 跟美军牧区 他们合办 婚姻美满课程 透过这个课程 成为他们牧区里面 很多夫妻 关系上的帮助 也是因为 庶民姐跟美军姐一起祷告 看见姐妹们的需要 所以成为他们的负担 带领牧区一起学习 做就是牧羊 言语牧区的 凯元传道 他今天不在我们当中 他 我记得 有一次开会他有讲一句话 他说 他要他的小组 每一个都走过什么 走过solo的课程 solo的帮助 这就是他的牧羊 因为他对医治有负担 抽商节 他有没有在 可能参加第二堂 最近在莫迪改小组 都帮我承担很多的服饰 牧羊 他对赵元有负担 所以有一天赵元生日 赵元应该是在听的 赵元生日 他就拿着一个蛋糕 跑到他的工作地方 来跟他庆生 我是事后才知道 这就是牧羊 凯玲姐 我有问过她 我有经过她同意 她在牧羊的时候 她发现 她透过牧羚记上的学习 不单单帮助自己 也能够在聆听 在辅导 弟兄姐妹 更有帮助 这是牧羊 中奇哥 让我们看见 他常常在 有需要不容易的 弟兄姐妹身上 他很愿意摆上自己 这是牧羊 各位弟兄姐妹 那讲到这里 你还需要问 什么是牧羊吗 先跟神祷告 看见需要 为需要的祷告 父神就把他给你的负担 摆放在你的心里面 当你愿意回应 就成就了 今天我们所看见的 每一位服侍的同工 我们再次把掌声给神 好不好 然后我们也把掌声 给我们每一个 摆上的同工 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 上帝会给予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负担 我们聚集在一起 让教会的弟兄姐妹 可以全人被牧羊 人呢 是灵魂体扣照的 牧羊不单单只是在 满足一个人的灵性层面 也可以在他的物极层面 他肚子饿的时候 你请他吃个饭 然后为他祷告 为他的需要祷告 这也是牧羊 你可以做得到吗 可以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 所以我是觉得 当神把他的负担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有负担 没中担 请你跟你隔壁说 有负担 没中担 因为我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那我怎么会觉得有中担 你同意吗 OK 第三 第三 我从安德烈跟腓利的两段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见 第三个就是 你只需要把你亏的 跟人家分享就可以了 只要把你亏的 当腓利看见这个惯了 我们再默想一段经文 我们再回去 当腓利听到圣灵说 你去靠近那台车 的时候 第一个 他不知道 去那台车要做什么 大便车回家 不是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难道他听到 那个大观正念以赛亚的经文的时候 刚好他会 我猜了 刚好他会 你看 腓利是什么人 他不是彼得 他没有直接跟过耶稣 当然我们知道 在那个年代 对救援圣经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但是 我的领袖是什么 他不是彼尔保罗 他不是彼得 他不是 约翰 不是安德烈 他对圣经的熟悉 可能只是透过使徒们 复述耶稣的教导 然后自己再读旧约 读圣经 你读圣经就一定对神很熟悉吗 不难 那法利塞人最熟悉 但是他读错 对不对 所以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当 腓利靠近那台车 他听见这个人在念的时候 是刚好他会的 感谢主 刚好他知道 这一段是告诉你 主耶稣这个人是谁 所以就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各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 在我们当中 其实我们 不管你在教会多久 只要如果你来一天 你听见有人说要祷告 那你就学会祷告 那你就比那个 还没来过教会的人 都知道多一点点 这样对不对 就是这样嘛 请你跟你哥们不要说 就是这样而已啊 这一段也很丰富 我们来也来默想一下 他是耶稣的门徒 那是早期的时间 所以我们知道 主耶稣服侍三年半 所以圣经我们不知道 那段时间从 他跟耶稣被枯罩 到五饼二语 中间是多久 我们给他一年好不好 一年 假设是一年 他看见过主耶稣赶鬼 有没有 医病有没有 行神迹有没有 神迹是什么神迹 把水变成 酒 对不对 他传讲神的话 其实那时候 他们门徒也不太知道 没有很笃定 他是上帝的儿子 或许他要被定时计较 他们那个还没到 所以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安德烈看到 那个小孩的时候 他比那个小孩 对耶稣的认识 就是一字赶鬼 有神迹 可不可以这样说 神迹是把水变酒 不是从没到没有 我们就分清楚 分清楚 所以这个小孩 其实都不知道 只是安德烈 比他知道多一点点 就好像一个人走楼梯 他比那个小孩 走楼梯高几层而已 都是这样而已 但是当他经历过 五饼鳄鱼 那个神迹的时候 他把这个小孩 迁到主耶稣面前来 把你的给他吧 这样 那个小孩就因着 跟随安德烈 能够经历耶稣的神迹 那个是不是一个 牧养的过程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他是不是一个牧养 然后 还不止这样 请问我们都知道 剥饼 那个饼在什么时候分开 不是耶稣的时候分开 是耶稣递给门徒 门徒递出去的时候分开 对不对 所以 安德烈带领 这个小孩 那个小孩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感谢主没有名字 所以我们随便都会 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 我们都套进去 就是我 我们都一同经历到 耶稣不单单能够 把物质改变 而且能够从 无 到有 的圣迹 那个 是不是牧养 我可不可以说 他就是一个牧养的过程 安德烈其实也是比 小孩知道多一点点 他也没有很伟大 请你跟你隔壁的说 他也没有很了不起 你们都不敢讲 害怕得罪他 是不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很了不起 对不对 我们都是被闪烁着而已 对吗 对不对 我想说 起来牧养别人 并不是我刚提到那些区长 或是传道人的专利 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赋予 一个大使命是什么 传福音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记得 传福音跟牧养 我们能够把它分开吗 不可以 所以我后面讲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被一个呼召 我们要牧养别人 没有神音 你们是不同意还是什么 你们刚刚都说的 牧养跟传福音是不能分开的 对不对 牧养跟传福音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领受那个大使命 我们要传福音 是万民都做 你的门徒 对不对 并且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 遵循神的话 这个不是牧养吗 是不是 也是牧养 我们只是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不管我们今天在神的观 跟神的 在教会里面的年日多久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会的 告诉 这个不会的 你愿意跟人分享 你只要比对方 在属灵的路程上面 多走一两步 你就有资格牧养别人 第一个是一个杯子 它装的是什么 它不是装空气 它不是装食物 它是装水 所以当我渴了 当他愿意把水给 当然他不能不愿意了 我拿着他 他给我喝的时候 他就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他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杯子没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他把它有的 给我这个没有的 在我们小组里面 金组就在后面 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情 他有一个朋友在台中 他的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 就常常在城岛里面都提到 要为这个朋友 在台中的朋友祷告 他讲第一次 我说好啊 我们为他祷告 第二次 第三次 我心里面只有一点不爽 你为了朋友 有不来教会吗 常常叫我为他祷告 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时候 而且我还没看过这个人 他讲什么样子 是高的 肥的 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有负担 我说好啊 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吧 后来有一天神就光照我 你现在 我们在莫迪卡 是直播跟 不是连线跟实体同步的 我们一直都一直是这样 既然他里都有连线了 何不邀请这个 从台中的姐妹 跟我们一起连线呢 这样 所以我们最近都是这样做 那金竹呢 我很感谢这个姐妹 我觉得她是我眼中 一个很明亮的一颗 神很喜用她 其实她也只是 会为她祷告而已 她也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们每天的成根 贴给她这个朋友的赖上 她只做这两件事情 各位 这个是不是牧羊 她把她有的 给另外一个没有的 她只需要做这个 那金竹在后面 你有压力吗 有没有 会不会很有压力 点进她的金竹 我问你啊 你怎样帮助她 有没有压力 在急迫 你回答我 没有压力吗 糟糕了 你们都听到我 没有听到她讲 她说什么 有神同在 没有压力 对不对 所以可言到我刚刚讲 我们是要跟神怎么样 跟关系 请你跟你隔壁的说 要有果效 要跟神有关系 跟好关系 所以 各位我想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牧羊 我的老师 他其实在这本书 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未必可以 很有技巧的帮助别人 但是你也不需要这样做 你只需要把你会的传递给别人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是先被牧养 后牧养人 坦白讲 你不需要担心 那我去 我这个程度 我去 我会不会把人带快啊 你不需要担心这个 因为你自己本身 进入一个被牧养的过程 你有你的小组长 对不对 你有你的区长 对不对 你所碰到的牧养的问题 关系传福音的问题 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分享 你的小组长 可以跟你的区域长分享 你的区域长 可以跟你的主要牧师分享 所以我们是先被牧养 然后怎么样 后牧养人 不会有压力 而且我相信 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 我们只会越做 就越 好 请你跟你隔壁人说 好 弟兄姐妹 你的神跟我的神 都是同一个 祂会教导我 怎么牧养别人 也会教导你 怎么牧养别人 坦白讲 短短一个小时 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牧养的 关键都全部分享出来 但是我觉得 今天来讲也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 是不是不断地增加 你知不知道 神要把什么人 摆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成为你的负担 你对什么人有负担 你有没有 你愿不愿意主动地 去关心 帮助一个 在属灵生命里面 可能比你更年幼的 主缘 当你都愿意 怎样做的时候 上帝一定要使用你 你的小组长 会成为你的帮助 你的去长 会成为你 跟你小组长帮助 主任牧师 会成为你去长 小组长 还有你的帮助 哇 很复杂 所以我们都是 先被牧养 后牧养人 我今天的主题 其实我是把 安德烈的那句话 改一下 当他走到耶稣面前 他说 这里有一个小孩 我想说 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 意思不是说 年纪比较年轻 而是他在 跟神的关系里面 是比你年轻 一定有这样的人的 对不对 在你的小组里面 在你的四周围 一定有这样的人 他很需要你的帮助 你愿不愿意 回应上帝今天 对你的护照 成为一个 牧养别人的人 很多时候 我们回应神 就是 我们只要顺服 回应 结果 他来负责 我们来祷告 上帝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向你 献上感谢 谢谢你 你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你 你的话 赐给我们 你的话是我们 早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求你来帮助我们 今天 让我们说 中姐妹 我们听见的是你 亲自 亲自来对我们说话 而不是一个人 说了什么 我也求你来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 鼠邻的眼睛 让我们来看见 在我们四周围 一定有些人 我们是可以帮助他的 父神啊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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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 你会把 我们的命令 赐给我们 谢谢你 听孩子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 早上这个时间 我想哭着 今天 教会领受了 主要牧师领受 这个意向 在牧养当中 结果子 你愿意成为 那一个 要去牧养 别人的人吗 可能你会觉得 你的圣经 没有很熟悉 不多 但是你会祷告 你经历过 遇到难处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耶稣成为 你的帮助 那个经历 你只需要 把那一个 你跟神的互动 跟祂分享 所以你愿意吗 愿意的 请你举起你的手 我们来 可应神 好吗 哈利路亚 主啊 赞美你 第二个护照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踏上 服事的路 我们会担心 会不会有果效 会不会付很多的代价 到底我 我付承担得起吗 但是今天 上帝鼓励你 当你回应祂的时候 果效 叫给上帝来负责 这好上 我们平息的阿嬷 问她很多次 她都不要 结果上帝动工 所以她 呼召你 你不要把果效 放在你的眼前 因为果效 是上帝负责 当你愿意 回应祂 祂必定要让你 成就这个事情 你愿意把那个结果 交给上帝吗 不管你现在的小组 或是福音 幸福小组 不要再把果效 是堪称自己的压力 责任 你愿意吗 父神 我们来到祢面前 今天是一个 我们要奎应祢的一天 今天不单单是 你要得到荣耀一天 也是 我们要奎应祢的一天 我们要奎应祢 祢交托给主人牧师 这个异象 在牧养当中 要结果子 那个果子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们就是 奎应祢 我们就是奎应祢 我们就是要坚持 我们要看见 上帝啊 祢的手 在我们的身上动工 其实 当安德烈 带领那个小孩 经历耶稣的时候 不是单单 只有这个小孩 能够经历神 你的安德烈 也再一次地 经历耶稣的大能 我们每一个服事的人 最大的服事 最大的得着 其实是我们自己 父神 谢谢祢 谢谢祢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期待有一天 我们看见祢的时候 祢会告诉我们 我们是又忠心 又良善的仆人 谢谢祢听孩子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我们再次把掌声给神 好吗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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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当中 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的 对神跟神的关系 其实我们是 在阶段是不太一样 但是只要 我们在现在这个 这个位置上 我们继续跟随神 神就会亲自带领我们 更往上一步 更往上一步 神也会拆派 弟兄姐妹 成为你的帮助 你愿意的时候 神一定会安排给你的 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 祝福大家 在神的话里面 再跟走过四十天 我们季节的生活 跟神的关系更好 阿们吗 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